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搞錯 4月7日 昨天就是4月6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開了記者會 鳳凰衛視的記者就在這裡提問 他首先講了很多 中國換了美國 他說華為公司 阿里巴巴這些公司 運了很多口罩去了美國 150萬M95的口罩去了美國 接著他就問特朗普 你要不要和中國這個合作呢 特朗普 因為這個記者講了很多其他事情 特朗普就拆了進去 他說 你說的東西好像是一個聲明 不是好像一個問題 但是他接著都回答 他說 中國現在幫助著我們 但是我們以前都幫過中國 中國 中國以前 貿易方面賺了美國很多錢 賺了幾多幾多幾多億 4千億 5千億的錢 接著他就說 美國和中國 簽了一個 貿易的協議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 有這個合作 但是他就強調 他說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執行這些協議 如果不執行 這個答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這幾年 這幾年 特朗普一講到中國 差不多是兩個內容 一個是中國賺了我們很多錢 第二 我和習近平關係很好 相信他會改變政策 來配合我們 這一次都是一樣 特朗普就說 我相信中國會執行這個 這個貿易的協議 他會買很多很多很多的 美國農產品 和其他的產品 當然 這個鳳凰衛視的記者 問的不是這些 他想要美國承認 接受了中國的援助 要美國來感恩 所以他繼續問 他說 中國駐美國的大使 崔天凱 在紐約時報上面 寫了一篇文章 兩個國家要合作 你會不會和中國合作 這個時候 特朗普想到什麼 他就問了 他說 你為誰工作 是不是中國 好了 我們今天講的重點就開始了 因為鳳凰衛視這個記者 直至就否認了 他說不是 我是為香港公司工作的 特朗普就問 那個是哪個公司 是不是中國的 鳳凰衛視這個記者再次否認 他說不是 他是私人企業 我知道差不多所有香港人 聽到這樣的說話 當然會講 有沒有搞錯了 是不是 鳳凰衛視是香港公司嗎 是一間私人公司嗎 如果他直接講真話 可以說鳳凰衛視是在香港註冊 但是由軍方 中國軍方來控股的 軟轉一些 都可以說 鳳凰是一個私人持股的公司 在香港註冊 和華為的性質是差不多的 當然他不會這麼說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點 重點是 當這個特朗普問這個記者 那個意思是 你工作的那間公司是哪間 是不是中國的 這個記者直接說 你工作在中國 你工作在香港 就是說不是 是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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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電台 一個記者 一個女記者 視頻採訪了 這個 世界衛生組織的 這個顧問 叫做 愛爾奧德 這個記者就被香港的官員 批評了 香港商務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就說 香港記者 問這個問題 這種表達 有為一個中國原則 他說WHO 那些成員國 全部都是主權國家 所以香港電台 一定要有正確的認識 不可以偏差的 他還說 廣播處處長 作為香港電台的總偏差 一定要負責 是否搞錯 我們都看一下 香港電台記者 當時的採訪 港台這個記者就問 世界衛生組織 是不是有想過 這個台灣的會員資格的問題 這個愛爾奧德 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就停了很長時間 然後他又裝著 聽不到問題 直至掛斷了他的電話 港台記者再打過去 這個官員就開始說 中國做得很好啊 什麼什麼 我覺得邱局長 應該批評一下 愛爾奧德 因為他可以直接說 你可以說邱局長的電話 全民意做到的 在台灣的會員 都沒有加入 可能是 這個 WHO 這個顧問 他不想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或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這樣的說法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們以前講過很多次 這個WHO 在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在這次疫情的大流行期間 WHO這個表現根本就是 What the hell organization 這次我們就不多說他們了 港台記者只是一個記者 他是問一些問題 記者又不是國際化的專家 他又不是經常搞政治的 所以他都不是政治專家 提問你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去回答 那就行了 搞得這麼緊張 你回頭看鳳凰衛視這個記者 發問之前他講了整堆 中國對美國有什麼援助 這些就算了 要搬出那個什麼崔大使出來 又說他要兩個國家要合作 還問這個總統 你會不會和中國合作 這些是什麼問題來的 這些根本都不是問題來的 這些就算了 特朗普問他是不是中國公司的時候 他直接去否認 他說不是香港公司 正確的說法當然是 是中國香港的公司 這個問題可能就 可以變得很大 這個港台香港電台這個記者 他是問句來的 是問號來的 這個鳳凰衛視這個記者是句號 他是肯定的 他說不是中國 是香港 我說的問題 但是不是我的標準來的 是中國官方的標準來的 是中宣部 中國外交部 那些寸土不讓 戰狼式的那些標準來的 其實我真的不關心 鳳凰衛視說他自己是什麼公司 他說火星公司都可以 因為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鳳凰衛視是一家什麼公司 很多人都很清楚 其實上個月 新西蘭 紐西蘭的總理阿登 他接受當地電視台的採訪 那個記者質疑他 新西蘭這個防疫能力不足 他就強調 其他國家做得到 譬如台灣 新加坡 香港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結果怎樣呢 深西蘭那些華人 兩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這兩個人就是 還發了一些社媒 說這個阿登的言論是一個反華的操作 要他什麼什麼道歉 這樣那樣 你要知道阿登其實是全部西方國家裡面 最親華或者最親共的一個總理 你可以看到將中國和香港混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錯誤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報紙 在講到中國和香港的時候 他一定都會講香港和內地 就算不講北京的標準 都一定會講香港和大陸 誰說中國和香港擺在一起 如果你是左派的一定處分的 如果你是中間或者右派的自由派的那些 可能都要有人找你來喝茶 吹水 警告你的 這些就叫做政治正確 在中共那裏 完全不可以搞錯的 如果搞錯 你很大劑 其實政治正確 就是說 說法式正確 他們都很熟會 我們在香港 也有 150% 他們是不營造的 如果大家是要講的 就是了解 跟香港政府的 在香港政府的 他們都不營造的 這些說法 是要說 你別投資 他們都沒有 你別投資 他們都有 你知道美國家有靈體 措斷 他們有關係 那些不同的地方 也有關係 其實不是我的關係 但是我沒有關係 都是他們的政治不正確 其實政治正確在西方這幾年都很嚴重 尤其是這三五年 譬如說mankind這個詞 講人類的意思 但是有人就說你的性別歧視 為什麼不講womankind 所以一定要講humankind 還有man-made 就是說人造 有人都會抗議的 說你這個是man man 為什麼不是woman 所以一定要講human-made 其他都有很多 有時候真的很煩 因為人這些語言本身是一種 約定成族的 本身它記了很多的 歷史的印記在裡面 很多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歷史 有人聽到就很不舒服 他一定要堅決來抗議 大家就將就一下他們 我以前在美國見過一個西人 他在香港住過 他懂得講廣東話 懂得講語言的 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說 灣仔 落黑道那裡有很多什麼鬼佬 酒吧 當時我都挺奇怪的 我問他他知不知道鬼佬是什麼意思 他說知道 那就是ghost commandment 說起來很平淡 一點都沒有被人冒犯的感覺 其實中國人在美國都是差不多 新一代的華僑 有時會跟那些外國人開玩笑 外國人都會講一些亞洲人的笑話 大家就笑一下就宣訴 但是以前說這些話 可能是很嚴重的 種族歧視問題 其實我們生活中都是這樣 你不可以說 那個女生肥 很肥也不行的 可能他搞了很大的問題 但是怎樣是最嚴重的呢 一般來說那個女生真的有點肥 她真的為這個問題有點自卑 或者影響到她自己的心理 其他都是這樣 你說人家醜啊 說人家癌啊 有些都有這樣的情形 不可以說指著和尚罵人家 拖什麼光頭的那些 那不是很好的 台灣和香港這個問題 其實有些類似的 如果你說哈威夷 沒有 不會有美國人追著你 要你糾正 一定要說美國哈威夷 沒有的 因為它沒有這個統一的問題 它沒有這個裡面的這個問題 所以 你真是很敏感的時候 一定在你裡面有些問題 是不是 中國人以前 古代的時候都是這樣 說明不正言不信 有時候說錯話 是殺頭的 你說自己天師太上老君 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自己皇帝 可能問題很大 所以言語上面很容易被人冒犯 是自信比較差 身裏有些小小問題 好像你醜 就怕人家說你醜 第二當然是大頭症 一定要做那些什麼天下共主 統領整個宇宙 大部分這些都是一種心理問題 那當然是心理有病的那些人 心理的病 那大家就不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你知道是這樣 譬如說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它在它的網站上面 講西藏的時候 它標注不是Tibet 是韓語的拼音 是C-zag X-I-Z-A-N-G 其實Tibet這個名字 當然比這個韓語的拼音 早了幾千年 中共雖然用這個拼音 來講西藏 但是全世界都是講Tibet 現在中共強大了 就是逼著人家 一定要改你的語言的習慣 一定要叫西藏 叫西藏 以後呢 會不會香港都變成這樣呢 國際上 講香港都是Hong Kong H-O-N-G K-O-N-G 但是漢語的拼音不同的 中國官方不是這麼說的 它是X-I-A-N-G G-A-N-G 這是拼音來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 香港的官員站出來 這個是政治問題 大家一定要改Hong Kong 變成香港 最後呢 我們都是要給邱局長 建議一下 剛剛升了這麼多人工 管一下這個鳳凰衛視 一個中國原則 你都講了 不可以不顧的 鳳凰衛視應該有它的政治常識 記者都說是香港公司 應該歸你管 OK 今天我們就談到這裡 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請 请不吝点赞 分享 您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建议的话 留在下面 我们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需要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